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我们突然想到了回到六亿点灯 请各位掌声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回馈 痴情 现错有过 此次 风能吐隔 总有预抬日处是位 晚上有过是位 痴情 像一花海沿沫 烦泪 也许不能淹没 就在尽量 是风正风 痴情 也许不能淹没 雪和我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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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分美 后一千种 雪和一人 飘下 core原来就是午又肉 海浪 总舐 置信 一位高齡八十一 你會看到伸手矯健 給我們八十一歲的位置 高齡掌聲 一片殘留嗎 你遇見的暗淚 後裏懸著 只能一人願相愛 我愛我所謂 不願不回 我自己人留心中 謝謝 我們接下來還有第二個表演 第二個表演 需要現場的大家一起來完整它 大家一邊才剛吃過午餐對不對 稍微動一下 活動一下辛苦好嗎 好 來麻煩現場的所有的大家請起立 愛屁股離開一點 麻煩喔 這一陣子呢 其實去年就開始流行 有一首還滿任號 朵克的歌曲叫做 心灰鬼有沒有聽過 有喔 好來 愛心抵一下 愛心 在胸前跨兩邊 心灰 手打開 對了再一次 心灰鬼 快點 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一點都不難對吧 待會跟著我的口令做動作 就行來麻煩 心灰鬼 謝謝音樂 來愛心 現場大家都是好朋友 全部都是一家人 讓我們一起把心打開 愛心 心灰鬼 把手放走出來 心灰鬼 眼頭 小鳥飛 畫圈圈 抓回來 一點點頭 擦多離 畫圈圈 抓回來 下巴被人打開 牽字 擦摸 摸摸 摸 身手放肩 手放肩 抱怨 放肩 往下壓 扭下去 再扭下 再一會 再一次 右上壓 下去 下壓 愛心 手打開 三隻手 兩隻手大後吹 再一次 一隻手 拖點整圈 小腦筆 再一次 再畫圈 再變 後面變 畫圈中 跌跌頭 插玻璃 半邊 請安靜 插玻璃 伸手暴衝 往下面 伸手暴衝 往下 愛心 手打開 手舉高 聽隻手來 愛心 手舉高 聽隻手來 愛心 愛心 加油 手舉高 一隻手來 再一次 再一次 插玻璃 手舉高 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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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 準備要做一個大愛心 手牽起來 大愛心 謝謝 謝謝大家 讓我們每個人 抱著大愛心 一起把愛 傳出去 謝謝 哇 金布精彩 哇 非常的精彩 謝謝再一次 熱熱熱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田園房 剛剛有看到我們一位 八十一歲的大哥 哇 他的表演 濕龍浦浦 跟我們的所有 長青敬老的各位 大哥大姐們一樣 平時呢 我們保養好身體 來約一共 還有呢 也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到我們的 長青敬老的表演大會 首先在此 我先來介紹我們 大會與廢 各位廢民 首先來介紹 大會主席 榮涵區議長 吳欣飛區議長 區議長好 介紹立法委員 康慧臻立委 立委好 介紹立法委員 呂立委 議書 顧綠寧 議書 介紹桃園 市議員 徐綠樹議員 介紹桃園市議員 林昭賢議員 介紹桃園市議員 劉雲龍議員 介紹桃園市政府部份 蔡兆良部份 介紹黃靖寧議員 宗敏余秘書 好 再次來介紹 美年禮議長 張明淳議長 也是我們的林肺會長 介紹 盛德里議長 俞尊錶議長 非常好 介紹林雲議議長 黃冠欣議長 非常好 介紹九龍議議長 曾順堂議長 非常好 介紹龍潭議議長 土智仁議長 非常好 介紹山林議議長 楊世貞議長 非常好 介紹中正議議長 陳淑立議長 非常好 介紹高亭議議長 羅盛天議長 非常好 介紹武漢議議長 羅淑晴議長 非常好 介紹龍欣議議長 張金才議長 非常好 介紹龍翔議議長 洪春藍議長 非常好 介紹北京議議長 秦永南議議長 非常好 非常好 介紹詠希議議議議長 徐桂議議議議長 非常好 介紹祥可議議議議長 林宏斌議議長 非常好 介紹烏林議議長 廖宗彥議議長 非常好 介紹中餐議議議長 非常好 介紹東欣議議議議長 張建華議議長 非常好 介紹上林議議議議長 中全方議議長 非常好 介紹高遠議議議議長 黃碧琴議長 非常好 當然也要介紹一下 我們公所所有的工作團隊 由我們的主任運輸 黃士奇 黃主帝來率領我們所有的工作伙伴們 謝謝 我們這次能以追追追的掌聲 歡迎不一樣的位秘 我們來熱情歡迎 常興敬老海摩基 全皮寶券 謝謝歡迎你們 首先我們來邀請大會主席 隆韓區長 胡新輝區長 先上台 來向我們所有掌心海摩 來祝樂祝福 也來向我們在座所有的各位長官 來問候 我們有請區長 胡新輝區長 好 我們最佳主持人 徐晃哥 立法委員 康偉政 康偉委員 以及我們 隆隆議員 帝委 秘書 副秘書 以及我們 奧運市政府 張照柳照顧問 以及我們 龍潭區的 三位 習議員 徐議員 徐議員 我們的 劉議隆 劉議員 我們林昭賢 林議員 以及 黃金平的 綠書 綜藝書 以及今天的主角 寶劉議員 也是我們的 曾經 定老 楷模的 所有的 夥伴 以及 寶券 所有的貴賓 大家 下午 下午好 好 首先 非常 謝謝大家 在假日 來 例如今天的 大會 會場 今天是 109年 我們 龍潭區 舉辦 我們的 重陽節活動 但是 最主要 就是 也表揚 我們 龍潭區的 長青 楷模 以及 敬勞 楷模 我們 龍潭區 一年的 表揚 總共有 51位 包括 27位 的 長青楷模 以及 24位 的 敬勞楷模 那 所有 今天出席 表揚的 所有楷模 都是由我們的 理長 我們龍潭的 理長 來 推薦 哦 剛才 也不好意思 我忘記 接受我們 龍潭區的 理長 理連會 會長 張會長 以及 我們所有的 理長 也在會場 那 也謝謝 我們所有的理長 來推薦 把 以上的 最好的 最值得 來推薦出來 表揚的 所有的 楷模 在今天的 會場 能夠接受 表揚 敬勞 尊賢 崇尚 教導 是我們 非常好的 一個 傳統 美德 在座的 很多 也當過 爸爸 當過 媽媽 尤其是 小孩子 從 瓜瓜 落地 開始 扶養 扶養 長大 當我們的 父母 我們的 長輩 我們的 阿公 我們的 阿嬤 到一定年齡的時候 他的一些 身體狀況 可能會 慢慢的 摔腿 慢慢的摔腰 但是 家中 有一寶 也是 家中有一寶 也是 我們 家庭 非常非常 幸福的 一位 值得 大家 喜歡的 一個 老青輩 在我們 家裡 我們 照顧 老人家 就要 照顧 我們 像 出生的 小孩子一樣 當 老人家 到了 一段 年紀之後 他的一些 身體功能 可能就是 會 慢慢的 摔腿 甚至摔退的 像 我們的 小嬰兒一樣 需要 大家 晚輩 來照顧 也要 像 我們的 出生 嬰兒一樣 很愛護 喜歡 所以 家中 有 老前輩 在家裡 我們一定要 像小孩子 這樣子的照顧 像 我們 為他 吃飯一樣 像 我們 甚至 來家 行路 不方便 就好像 我們 教小孩子 走路一樣 當然 甚至 把死 把命 都要把 長輩 當我們的 嬰兒 這樣子來看待 如果大家 能夠把 家中的 老長輩 能夠 照顧得很好 我想 這個就是 孝道 發揚 最好的 一個 具體表現 那 在這邊 再一次 也 謝謝大家 希望 把我們的 重量 敬老的 好的 團統 每個 巨星人 發揚光大 把 我們的 家中 老人 好好的 照顧他 好好的 喜歡他 相信 家中有老人 家庭 一定會 更多的 孝順 更多的愛 更多的 威信 我們把 孝道的 精神 發揚到最大 相信 家庭一定是 幸福 美麥 那我們把 這份精神 把它 發揚光大 相信我們的 社會 會更和諧 那 在這邊 再次 祝福所有的貴賓 身體 健康 萬事如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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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潭局長 由樊潭局長 摔連所有工作的各位 工作活動 一起來共同為我們 藏心敬佬 整個海謀表揚呢 來為我們大家 哇非常 開心 鼓鼓的來辦理這個活動 謝謝您 接下來 來介紹 與會貴賓 歡迎大平領 禮長 中國圈禮長 禮長 禮長好 歡迎三個禮禮長 謝金錡禮禮長 禮長 禮長好 謝謝 歡迎 接下來 來邀請貴賓 我們 來邀請 立法會 潘貴甄立委 也要到台上 為我們 藏心敬佬海謀 來助熱 也來向我們 所有在座 各位貴賓 來問號 掌聲有請 立法會 潘貴甄立委 謝謝 我們今天的主辦單位 我們的區長 胡興輝 胡區長 以及我們 呂一玲 立委 我們的公立蘇 還有我們三位 我們本區的 徐一蘇議員 劉一龍議員 林昭賢議員 還有我們平正 我們的黃金平議員的 綜藝書 最主要我們的里長 還有最主要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長青 開模 還有近老的開模 那各位議會的好朋友 大家 胡安 大家好 那今天很開心 也夠參加我們今天 龍團區舉辦的 上的這個近老 以及這個長青開模的表揚 其實我自己都已經滿六十幾歲 我今年退休 那退休就是 本來應該也要還沒弄生 但是可能任務還沒有完畢 還要繼續做生 所以要繼續跑 那很開心 跟大家已經走入 我們這個年長的一個階段 但是每一個人 不管他年齡多少 這個都是要自己慢慢找一個 自己最喜歡的生活方式 活得快樂 活得健康 這才是我們要追求的 年齡其實它沒有限制的 我想我們所有的 今天的長青開模 就是挑釁的 其實看起來一點都沒有 六十五歲以上的感覺 看起來都這樣少了二十歲 所以各位 我們長青開模 跟我們的近老開模 近老呢 就是因為有傳承 我們近老 我們尊敬我們的長輩 也孝頌我們的長輩 也孝頌我們的長輩 我們所有家庭裡面最尊敬的長輩 以及我們地方上大家最尊敬的長老 所以我想這就是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 讓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傳承 所以台灣今天會這麼安定 就跟我們也敬重長輩 以及孝順自己的家人長輩 我想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所以在這裡 謝謝我們同所舉辦 這樣的一個這麼好的活動 也謝謝我們地方上推舉出來 由我們林長推舉出來的楷模 當然地方上還有很多長青楷模 跟我們的近老楷模 但是這個只能代表 因為代表的重心很不優略的 所以今天呢 祝福我們所有委會的開模 大家都生心健康快樂 家庭幸福美滿 也祝福我們每個家庭都能夠很和樂的生活 好在這裡謝謝大家的參與 祝福大家生心愉快 謝謝 謝謝非常感謝地方的委員 康佩正立委 來到現場會掌清楷模 我們所有的楷模們來出特 好接下來來邀請桃園市議員 首先來邀請桃園市議員 徐玉柱議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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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圓劉園 張文還有 林圓 各位 林長各位鄉親好朋友 今天當然要恭喜我們重逢94位 金腦楷模27位 掌心楷模 那 金腦當然是一個議題 那金腦 名額有限 可是在我們議員來講 其實在這個年代有非常多的責任 越來越大 越來越重的責任 那理事長的責任更重 這幾天有幾位理事長 因為18號以後 我們的疫苗不足 弄得人養麻煩 很多老闆是在抱怨 疫苗為什麼打不夠 為什麼打不夠 為什麼現在不夠 為什麼不早一點告訴大家 有時候政府的政策 但是他沒有想到過周延的話 事實上基層很辛苦 會被責罵 所以這個 我不得不提議所有的 立場包區 那 我們三節 的這個獎金 明年 雖然可能 我們的總預算 它會有來到一千三百多億喔 可是呢 這個年金 新老年金 又減少了五百塊 可能是沒有選舉的關係 減少 下一個當選 可能又再增加一個五百 這就是政治啦 好 那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據說 這個 明年一月開始 可能 這個 外勞 來到台灣 他可能有 需要八萬塊到十萬塊的 包括介紹費 機票錢 保險費什麼 都要由部主來出 那當然 如果有去大概 求證一下 是不是明年 確實要這樣做 可是沒可能 尤其現在的執政 當局 不敢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 如果是八萬到十萬 要由我們民眾來付 真的是 太沉重的負擔了 而且 我們一直講 長照長照 長照2.0都少 可是現在目前 我所看到的 長照的機構 短少 少就少 各位你們的孩子要 工作 也有自己的家庭 可是 我們的父母 要人家來顧 有些就必須要由外勞來顧 如果這件事情 真的要由 雇主來負擔這個的話 對於未來老人家來講 這些家庭都是一個災難 好 不管怎麼樣 今天 就是表演 這麼多值得很敬佩的 我們的各位長輩 尤其近老 這都是一個很好的傳承 所以 我們做的民意代表 今天擁有很多的工作 很多責任需要扛起來 我們希望能夠 減少 減少我們 各位 就是 長輩 你們的負擔 我們希望創造更多的 那個 福利 最主要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因為 老化了 所以長照的機構 這一塊 一定要把它建立起來 或者 我們真的是 想 對不起大家 好 好 祝福大家 健康快樂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桃園西議員 學女處理員 到此來親自為 我們所有 長新近老海 來祝賀 接下來 來邀請 我們桃園西議員 劉銀龍議員 我們來邀請 劉銀龍議員 到此上來 看一下我們的長新近老 好 請在座說 各位 貴賓 百貫瘋 有請 謝謝我們最佳的主持人 我們金正雄 我們今天大會的主席 我們胡區長 我們在場的所有的 各級民意代表 還有 更重要的是 我們所有的里長 還有在座所有的 長新楷模 近老楷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 在這邊再一次的恭喜 我們所有得獎的 長新楷模 以及近老楷模 我常跟人家分享 一年有這麼多的節日 銀龍我認識的第一個節日 就是重陽節 因為我在47年前的農曆 9月9號出生 所以 小時候 常常聽到 你是重陽節生的 你是重陽節生的 我想 這或許也是老天爺給我的使命 剛剛 徐玉書 徐玉書 有特別提到 民意代表 其實必須去思考很多的事情 同樣的 我們剛剛講到長者的問題 其實 我們台灣在2025年 就進入所謂的超高齡人口結構 也就是每五位裡面就有一位 超過65歲的一個長者 所以 我特別去研究一下 你看現在不管是芬蘭也好 日本也好 其實他們都不斷的針對這個長者的一個活動空間 包含公園 全民公園 這些概念一直在推動 那我自己本身也在議會 在這個會期裡面 針對我們自己桃園 所有的公共空間 所有的公園 大家常講到公園 都會想到小孩子在使用的這些油氣 油氣這些設備 但是其實 現在以台灣的社會文化來講的話 長者的油氣設備是更需要的 因為要去延緩所謂的老化這種概念 那當然 我們在NME代表 這些部分 我們一定會全力來推動 不管是我們自己桃園的全民公園 甚至是我們自己桃園的公園的一個改善 你懂